好,在看完了生词段语之后,咱们先来看看41课的课文部分。 先看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The quiet life of the country has never appealed to me. 所以开门建成就说了,这种宁静的田园乡村生活从来也没有吸引过我。 我对它根本就不感兴趣。 这个首先看,quiet life,就安静的生活,of the country, the country就是乡村,指乡下农村了。 has never appealed to me,appear to,是咱们一个重要时日的复习, 表示吸引某人,使某人产生兴趣。 Appear,我们加这次to,要翻译成吸引,就是多一字, 加to,是吸引某人。 它表示吸引呢,咱们在23课就见过,咱们复习一下, 114页的第13项开始,114页的第13项开始,有这么一句话。 The idea never appealed to me very much,这个想法, 就收集蜗牛这个想法,从来没有使我产生太大兴趣, 但有一天在这暴雨,大阵雨之后,我碰巧正在花园里散步, 这时我看到很多,我女儿在我心爱的植物上也在散步呢, 使我产生兴趣,吸引我appear to somebody,就固定搭配。 咱们在复习它的名词形式,吸引力, appeal的名词依然是appeal,拼写和这个发音完全一样, 表示吸引力,咱们的复习在当时第138页第7到第8行怎么见过, 138页,138页的第7到第8行, 138页第7到第8行,在29课里面,对吧, In spite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certain funny situations have a universal appeal, 尽管有些民族的差异, 但某些滑稽的场景怎么样呢, 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 世界人民都喜欢,地球人都喜欢, 有appeal这个词,在本文中,这是复习, 那么我说这个宁静的天然生活, 从来没有使我产生太大的兴趣, 我们也可能其他的一些替换,比如说, 直接可以换成动词attract,对吧,是可以的, the quiet life of the country has never attracted me, 从来没有吸引我,可以, 或者你这么替换一下, the quiet life of the country has never intrigued me, intrigue也是使某人产生兴趣, 这个也行, 这个我们在第四次会碰到, 我们把字母D去掉, 再读一下动词圆形, intrigue, intrigue, 使某人产生兴趣, 使他产生好奇心, 让他想仔细看一看, 究竟怎么回事, 用intrigue在本文中, 也基本可以,也可以, 甚至还可以用这个搭配, 我们在第二课讲过一个习语, the quiet life of the country is not my cup of tea, 这个it's not one's cup of tea, 是固定搭配, 表示某人不喜欢做, 我说你跟我一块去游泳吧, I'm sorry, swimming is not my cup of tea, 我不行游泳, 这是宁静的天生活, 我可不喜欢, 不是我的菜, 并不是我的菜, 有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第一句话, 开门简设就这么说了, 那么为什么呢, 坐着后面他给理由了, 他说, cid born and cid bred, I have always regarded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you look at through a train window, or something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the weekend, 好,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 所以呢, 我总是把这个农村呢, 看到是你通过火车的车窗, 偶尔看到那个东西, 或者是呢,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偶尔去造访的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先看一看语法成分分析, cid born and cid bred, 在这儿可以看这个飞味动词, 当作原因状语了,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 成立出生, 成立长大, 我们说了born and bred, 本来是个固定搭配词文中说了, 在这儿为了加清语气, 采用了city born and city bred, 但有的时候可以更简单, 直接用一个city, city born and bred也行, 但两个地方都用city, 进一步加清语气了, 成立生成立长, 这是飞味动词当原因状语, 然后主句中说呢, 我总是怎么样, regard a as b, 固定搭配把a看到是b, 把这个农村看到是什么呢, 看到这样一个东西, something什么呢, 我们家定语从句, you look at through a train window, 可以看到省略的关系代词that, 因为如果是不定代词做先语词, 咱们一般用that, 而很少用which, 这个被省略的that, 做look at的宾语, 你透过火车车窗, 而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或者是or something, 这么一个东西, 在家定语从句,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the weekend, 一样可以看作, 省略的关系代词that, 这个that做visit的宾语, 这个关系代词做visit的宾语, 就好了, 好, 这是整个大致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再看看我们前面那个 非位于动词当原因状语, 这个原因状语我们完全也可以把它换成 一个原因状语从句, because or since I was born and bred in the city, 因为我是在城里出生和长大的, 可以这么说, 或者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结构, because or since I was city born and bred,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都在城里面, city born and bred用在这儿也行, 但你这么来用的话就不如本文中简洁, 为什么呢, 你注意到了吗, 这个两个原因状语从句里面的主语都是I, 而主句主语呢, 也是I, 在主语统一的时候, 咱们就一般习惯于把状语从句换成非位动词的形式, 就直接用city born and bred就好了, 进一波加重语气变成city born and city bred, 就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它不如非位动词简洁, 好, 我总是把农村看作是一个通过火车车窗看到这么个东西, 把A看作是B, 用regard ASB可以, 我们在一项讲过好多, 随便拿出一个都可以替换, I have always thought of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think of ASB, 也是把A看作是B, 这个think of不能够想到了, 它跟I stopped也是把A看作是B, 或者干脆用consider这个词, I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什么什么, consider在书面中, 后面可以不加这个S, consider A,B, 把A看作是B, 这都行, 为什么讲替换, 因为我们的写作是最忌讳雷同案, 如果用完之后, 下次再用的时候必须要换, 平时必须有些储备, 好, 那么这个, 你在火车车窗看到的, 或者是你偶尔在周末呢, 偶尔去造访的这么一个东西, 本文中其实言下之意就是, 我对农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并没有细致的了解, 对某个东西不太了解, 我们有这么一个搭配, 可以记住, I have no intimate knowledge of something, 本文中它表达意思就是, I have no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我对于农村没有特别深入的细致了解, 这个knowledge可以表示, 对某个东西知道或了解, 未必反正知识, 这个intimate表示深入的, 非常细致的, 非常细节化的, 它本来表示亲密无间的, 就是我呢, 对这个农村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 我对美国历史并不太了解, I have no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都可以这么说, 本文中正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句话呢, 结构非常漂亮, 咱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因为是土, 成立生成立长, 所以我总是, I have always, 把这个农村的kentry看到是, 你偶尔透过这个火车车窗train window看到的东西, 或者你呢, 偶尔在周末造访的, 这个这样一个东西, 咱们复述一下,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成立人, city born, and city bred, 都好, 然后呢, 我总是这样, I have always, 用文中是表示对现在有影响, 现在还是这样, I have always regarded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you look at through a train window, or something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the weekend, 好, 我们再来一遍, 速度快点啊, city born and city bred, I have always regarded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you look at through a train window, or something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the weekend, 好, 咱们类似造个句子, 看这句话,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总是认为美国呢, 就是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样子, 或者偶尔在假期里看到的那副样子, 我没有去过美国, 中国出生中国长大, 我认为美国就是我们那副样子, 这个咱们类似的把句子复出一遍,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出生中国长大, 也是强调一下中国, 是不是连用两个China, 对吧, 咱们看怎么说, China born and China bred, 都好, 怎么样呢, 我总是I have always regarded America as something, 怎么样呢, you watch in Hollywood movies or something, 怎么样呢, 偶尔在假期看到的,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holidays, 就是偶尔我们在放寒假暑假, 可能爸妈妈带我们去美国转了一圈, 住了半个月, 偶尔去造访的那副样子,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 China born and China bred, 中国出生, 中国长大, I have always regarded America as something, 什么呢, 在电影里从你, you watch in Hollywood movies, 在电影里看到我们watch好一些, 或者怎么样呢, or something you occasioned to visit during holidays, 在假期期间, 你偶尔看到的一样子, 都行, 好, 这是我们这个重点的第二句话, 好, 后面作者进一步来描述, 看第三句话,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the city, 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a mere mention of the country, 他说, 我大多数的朋友呢, 都是住在城里边, 然而啊, 他们仅仅一提到农村, 马上就眉飞色舞, 神采飞扬, 手舞足蹈, 信息捉狂, 都快疯了,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住在城里, 这是一个句子, 一个主干结构, 逗号前面, 是句子主句之一, yet呢, 是个连词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大家注意这个yet, 然而是呢, 是两个词性, 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连词来用, 在这儿当然是连词, 如果看作副词的话, 这句话就错了, 两个完整句子中间应该有连词, 这个然而呢, 他们总是欣喜若狂, go into raptures, 咱们最终说了, 就欣喜若狂, 都发疯了, 特别高兴, 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的, 对吧, 后面Admin mentioned of country, 黄颜色的是一个时间状语, Ad什么什么, 表示一怎么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咱们说过, Admin mentioned of, 就一提到, Admin mentioned of, 就仅仅一提到, 农村马上就欣喜若狂, 手舞足蹈, 好像谈到亲爹一样, 哎呀, 农村哪, 可不行了, 我爱死你了, 说明他们虚伪吧, 你说农村好, 在外国又没有户口制度, 你可以搬到农村去嘛, 你为什么还住在城里面呢, 说明他们很虚伪, 好,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Go into raptures, 表示欣喜若狂, 手舞足蹈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跟它类似, 可以顺便图示记住, 就Go into ecstasies, 也是欣喜若狂, 那么后, 第一个呢, 用在rapture, 用在英联邦国家多一些, 后面这个ecstasy, 用在美国更多一些, 单数呢, 是ECSTASY, 是Y结尾的, 负数呢, 是把Y去掉之后, 变成IES, 我们读一下这个狂喜这个名词, ecs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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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数呢, 去掉I, 去掉Y之后变成IES, Go into ecstasy, 也欣喜若狂, 都可以, 后面那个admission, 一提到, 它就马上不行了, add什么什么off, 表示一怎么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这是咱们多次讲过, 23课就讲过的一个重点值的复习, 咱们回顾一下, 114页第五行, 23课里面, 114页第五行, 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dd the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animal fat, 另一方面然而, 你的紧紧, 一有动油炸豆豆这个念头, 马上胃口就觉得恶心要吐, add the idea of, 就一有某个念头, 马上就如何, 还有像新概念第四册的, 我们这个, 这个, 第三课, 叫Metal Man, 里面会出现这么句话, 咱看大概的意思就好了, 确实在他们探险期间, 他们经常面对那些, 最最惊心动魄的困难和危险, 装备之简陋, 可以使得一个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这个事, 就浑身抖如摔抗, add the thought, 叫一想到, add the idea of, 是一有某个念头, 这是一想到, add the thought, 后面的off被去掉了, 如果写全是add the thought of the manner, 一想到这个简陋的方式, 就抖如摔抗, shutter, 叫颤抖的意思, 叫一想到, 这个结构在23课相继讲过, 咱们回去可以把23课的片段再看一看, 那么本文中呢, 我们说一怎么怎么又如何, 又可以我们用在前面讲过的一如何, 那些这个其他的时间状况也行啊, 一提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 as soon as they speak up, 或as soon as they mention the country, 咱们只要一提到农村, 马上信息若狂, 可以吧, 或者这么说, immediately, 或者directly, they speak up, 或mention the country, 也可以吧, immediately, directly等等的咱们说过, 也可以表示, 一怎么样就如何, 注意, 这个时候两个词都是连词不在乎, 就复词了, 这咱们复习在40课刚刚讲过呢, 那还有像这个这个, the moment也行, the moment they speak up, they mention the country, 等等呢, 还有我们说什么, howly when, no soon or then, 等等都可以, the moment在这也可以看似一个连词了, 它类似于as soon as they use, 这一怎么样就如何, 你其实呢, 字面意思是the moment后面有个when, 但关于复词when, 一般可以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看到the moment就类似一个连词了, 一怎么样就如何, 都可以, 好, 这句话我们又可以复述一下, 我的多数朋友, most of my friends, 住在城里边, live in the city, 然而用yet转折, 他们总是手务足道, 信息着光,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 仅仅一提到农村, at the mere mansion of the country, 咱们完整地把句子复述一遍, 我的多数朋友住在城里边, 然而他们仅仅一提到农村, 就信息着光, 好, one two一起来,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the city, 都好, 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the mere mansion of the country, 再来一遍, 速度快点啊,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the city, 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the mere mansion of the country, 好极了, 但是他们一提到美国就信息若狂, 咱们看怎么说, 复述一遍, 我都是朋友,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China, 在中国居住, 然而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仅仅一提到, at the mere mansion of America, 我们看, 立刻就出来了,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China, 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the mere mansion of America, 仅仅一提到美国就如何, 别光看小人, 咱们注意这个句子, 注意这个句子, 好, 这个第三句话, 咱们看在这儿, 下面作者接着来描述, 他说了, though they extoll the virtues, of the peaceful life, only one of them have ever gone, to live in a country, and he was back in town, within six months, 这个句子又比较长一些, 我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逗号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当然是一个, 让步壮与从具, 由脸色low来引导, 尽管他们, extoll the virtues, 咱们不说了, 在词户中重点讲过, 叫盛赞某个东西的优点, 种种好处, 尽管他们高度赞扬, 这个宁静的生活的种种好处, 对吧, 但是呢, 仅仅有一个人呢, 真正曾经住在过农村, ever是曾经去过, go to, 到那地方住过, gone to live in a country, 然而, 他这个人, 并且, 他怎么样, 他还不到六个月, 又跑回来了, 又回到城里来了, back in town, 这个town, 这个词比较注意, 这个town这个词, 城镇, 它可以当不可署名的词范指, in town在城里边, 但city, 这个词一定是可署的, 咱们一般不能back in city, 不行, back in the city, in a city, in this city, 但town可以当不可署名词来用, in town可以单独使用, back in town, within是还不到, 如果要加次接次in呢, in six months, 就刚好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说in加时间, 是表示用了这么长时间, he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他用了三分钟, 走过这段距离, 但是如果within呢, 就不到三分钟, 百分钟还不到六个月, 又回到城里来了, 就这么一个结构, 好, 那么这里边这个, extrater virtues of固定搭配, 叫圣赞什么的优点, 咱们说过, 不重复了, 那么仅仅有一个人呢, 曾经到农村去住过, 其实呢, 我们可以说仅仅有一个人呢, 有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个人经历, 当然第一个叫extrater virtues, extrater benefits of something, 咱们说过, 在试试中说过, 再看看就行了, 那么刚才我们说, 其实可以把本文中, 把它用这个表达, 意思类似, 就only one of them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仅仅有一个人, 有在农村生活的这么一个个人的经历, person experience, 这个表达也行, 言下之意呢, 他们仅仅是空谈者, 说得好, 你根本没有这个经历吗, 根本你谈的这个东西都不可信, 可以这么说, most of them are mere talkers, 他们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些空谈者, 空谈者就是光说, 他没有行动, 你说好, 你为什么不住在农村呢, 对吧, 这个这种人叫talker, most of them are mere talkers, 多数人只不过是空谈者而已, 好, 那么我们这句话又特别重要, 咱们看能不能跟老师再付出一遍, 尽管他们胜在这种宁静生活的peaceful life, 他的种种好说, external virtues of peaceful life, 那么今天有一个人, only one of them, 但在这就用不着加yet了, 加主句行了,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in the country, 然后呢, and he was back in town, 不用说in the town了, within six months, 咱们从头道远复述一遍, 尽管, though他们胜在, external the virtues of the peaceful life,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in his country, and he was back in town within six months, 好,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 尽管, though they extoll the virtues of the country, 或者of the peaceful life, 宁静生活,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in the country, and he was back in town within six months, 好, 类似的, 咱们再说一个句子, 尽管他们胜在美国生活的种种好处, 但是只有一个人曾经去那里住过, 并且仅仅不到两年就回中国了, 仅仅咱们不妨用一下咱们以前说过的一个amir, amir two years, 就像那only two years, 对吧, amir呢, 加附属名词可以形容only, 对吧, 咱们试试看, 胜在美国生活, 美国的生活, 咱们可以好多表达, 比如说American life, 或者life in America都行, 在这我们用live in America吧, 因为后面就去那里用there嘛, 就指了America加America好一些, live in America, 美国生活, 就像我们说以前说的在军营生活, 叫live in the army, 荒岛生活, live on desert island, 这个都可以, 我们看该怎么说, 尽管他们胜在, though they extoll the virtues of life in America, 都好, 但是怎么样,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there, 并且怎么样, and he was back in China within a mere two years, 咱们再复述一下这句话, 尽管, though they extoll the virtues of life in America,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there, and he was back in China within a mere two years, 非常漂亮, 非常精彩, 就多研读啊, 多精读啊, 这个好句子, 把这句子结构背起来之后, 咱们再写句子, 既轻松又自信, 而且速度快, 这是既单词, 不是既搭配, 既搭配, 不是既矩形, 既矩式结构, 好, 后面再继续说, 即便是这个人呢, 就是跑到城市里, 又回到城市这个人怎么样呢, even he still lives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country life is somehow superior to town life, 即便是这个人, 也是他依然有这么一个错觉, 他认为农村生活, 好像比城市生活更优越, 更优秀, 这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文分析, 甚至是这个家伙, 依然 still 依然, 有错觉叫live and the illusion, 咱们讲固定搭配, 你换成必动词呢, he is still under the illusion, 也行, 后面这个黄颜色从句, 当然是我们说的, 同位从句, 做前面这个illusion的同位语, 对吧, 固定搭配, 比superior to, 比什么什么更优秀, 我们说了, superior用原级比较, 而后面加to, 不能加then, 这个somehow是好像, 好像比城市生活更优越, 好, 这是这个句子的语法成文分析, 首先呢, 我们看看那个live and the illusion, 可以换成be and the illusion, 那么live换成b动词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可以说, even he is still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他依然有这么一个错觉, 用这个搭配也行, 也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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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看在46课中, 就出现了delusion这个变化, 212页, 212页的第15, 46课里面, 212页的第15, The worst thing about do-it-yourself game, is that sometimes if a man, they have ended the delusion that, they can't do anything, even when they have been repeatedly proved wrong, 有关自己动手做事情的这个活动, 最糟的事就是, 有时候甚至连男人, 都有这么一个错觉, 你看live and the delusion that, delusion可以换成be and the illusion, 什么错觉呢, 他们能做任何事, 甚至当他们被一再的证明是错的时候, 依然有这么一个错觉, B, 我的live and the illusion, 或be and the illusion, 都算对, 都可以,